2023福岗游泳世锦赛男子50米挖泳决赛 中国运动员出现双雄争霸的精彩场面 难舍难分 最终秦海洋凭借稳定的发挥 以26秒29的成绩夺得冠军 秦海洋在男子50米挖泳预赛决赛中均有不错的表现 两次刷新亚洲记录 此外秦海洋还在男子100米挖泳 男女4×100米混合泳接力赛项目上夺得冠军 共收获三枚金牌 值得一提的是 秦海洋在男子100米挖泳比赛中也曾三次刷新亚洲记录 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两次 秦海洋在本届世锦赛中五次刷新亚洲记录 成功创造历史 不仅如此 秦海洋在男子100米挖泳比赛中夺得冠军 还填补了中国游泳队在该项目上未曾夺得过金牌的空白 影响深远 巨大 更重要的是 来自湖南的秦海洋 现在不过24岁 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 孙杨遭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竞赛后 中国游泳队再没有出现过现象级选手 此次 秦海洋在福岗世锦赛中的表现 也再次让大家看到了希望